需求,所以我们一个来看,年龄的话 那我要查年龄,我们前面讲过,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用一耳函数,不过一耳函数不能判断月跟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等于什么 Date if,还记得吧 Date if,这个等于复习一下 这个人的生日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那今天的话呢 你可以打一个today函数 today,然后小瓜糊 他的生日,前面日期跟后面日期相比较 比什么呢 比那个y y的话指的是相差几年嘛 他会比,有没有满 如果他生日过了,那就多一岁 还没过,那就没有多一岁 OK,打勾 48岁 但是我希望这边产生一个48岁 后面加一个税的话 当然有两种方法 不外乎就是后面再串一个什么 end什么呢 end一个税 然后,这个时候48岁 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做完这件事情 它本来是48 那如果你串一个税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 48岁 那会有遇到一些问题啊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那就会发生问题 因为它就是一个什么文字的哦 OK 那怎么办 其实比较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 同样的东西 它会有很多种做法 那只是比较适合跟不适合 但如果你这个栏位 没有需要计算 那这样OK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栏位会被计算 OK 比如它几年之后 你可能要加几年 那当然就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呢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那用什么方法 还是可以加上税呢 其实第二种方法是吧 按右键 出存格格式 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格式里面做 外面虽然改了 可是里面还是48 那这个地方做法上不外乎就是说 第一个 它基本上 如果是取得里面的数字的话 在那个格式里面 通常会用一个0来代替 这个数字 里面的数字用0来代替 后面你就要补一个什么了 补一个税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再打一个税 那记得前后加上什么 双引号 而且不用串接符号 在那个制定里面的话 不需要 它就会帮你把 先把里面的数字先抓出来 然后外面再帮你套用一个税 加一个税上去 但实际上它存在Excel里面 还是一个数字 而不是一个文字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48岁 但是你放在Excel里面 还是48 不会是48岁 那个税只是 它用格式的方式 让你看到 两者是不一样的 主要的差异就是说 将来你在计算 用它来计算的时候 的结果就会有所差异了 可以特别注意 好 那第一个 如何去把那个年龄 给计算出来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要算什么 算那个 这个班别 但是它给一个代号 所以我需要利用这个代号去查出 它到底有几个时数 然后呢 一周的话三个小时 所以除以三 除以三之后呢 就是它几周 几周的话呢 一周七天嘛 所以你就乘以七啦 所以如果是十周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七十天之后 但是呢 一般 第一周已经出现了 所以你必须把第一周给扣掉 好 那那理论上 逻辑清楚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一天 几天之后 所以我要算出几天之后 那怎么算出几天之后呢 第一个查时数 也许你可以把它拆解 如果说你实在是 没有头绪的话 没有办法一次做完 你可以拆成好几个步骤来做 那怎么查时数呢 根据什么来查 诶 线索一 代号 怎么查 查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 利用这个开课班别 这个范围我可以先 建一个名称叫开课班别 其实我建议以后的话 如果你会用到V书函数 你干脆先把这个范围 先选起来 把这个名称叫开课班别 Enter 好 就刚刚讲了嘛 第一个开课班别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查询的话 那我就查函数里面 用简式与参照里面的V书函数 那查什么 查这个 在哪边查呢 F3 开课班别里面查 第几栏呢 查回来 请你帮我找出 第三栏 所以呢 3 那比对方式的话 是要不要完全比对呢 好像应该完全一样 所以输入0就好了 0的话是完全比对 刚刚是1的话是找接近的 好 按个确定 他帮我查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所有的课程 时速都出来了 那但是要几天之后 几天之后就是 他除以3嘛 可是第一周不算 因为第一周在前面了嘛 所以要扣掉1 那我就可以算出几天 怎么算 基本上当然 这个公式等于什么 等于 他这一天 他总共的时数 但是必须怎么样 除以 除以多少 除以3嘛 除以3之后呢 那就是你先按铁打勾好了 10 10是什么 10周嘛 10周后 可是问题 10周跟这个没办法计算 你必须用天嘛 我前面讲过 这边的日期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它就是1900年的1月1号 就是跟今天比 就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前面好像讲过 通用格式 40362 跟1900年1月1号相比 相差几天 所以将来如果你把它加上 多少天之后 那我就可以算出 那个结果 那把 它会自动帮你把格式也顺便带过来 所以呢 几天之后呢 我第一个先算出几周 第二个先把这个几周减掉 减掉1 因为我先算出来 就是 总共有10周 然后减掉一周 就第一周 因为这个第一周不能算 9周 最后怎么样 可以算出几天呢 其实就是把 前后再加上刮户 因为要先减掉1 乘上呢 一周总共是7天 好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打勾一下 好 再去63天之后 所以基本上呢 我只要怎么样 在这边 等于 其实结束日期 这个可以不用多这个栏位 其实这个栏位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干脆就直接算 算的话 直接算到这边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一天 加上 几天之后 打勾 有没有 向下填满 完成了 当然 未来如果说你要做类似的这些 你也可以猜123 三个步骤 最后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把它隐藏起来不就好了 这样OK 只是说 你还是会假如 假如你还是觉得说 这样好像 最好是一气呵成 所以通常 如果你要一气呵成 通常是会先四座 四座之后呢 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合并的话当然很简单 因为这个C 一定OK 然后这个后面G 是指的是这一个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 这个公式 跟这边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 先 复制起来 复制完之后呢 移到这边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再去做后续的 因为这个 这个查出来是 总共是 回来是30嘛 那30 你就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3 再减掉1 有没有 就刚刚的动作嘛 前后再把它 再刮弧起来 再乘以7 答案就出来了 看得懂吗 只是 这可能 要实做才会知道 因为如果你逻辑 所以其实主要 这些都不是用背的 就是你如果你的逻辑通了 你就自然可以做得出来 就怕说你可能 你有些地方逻辑不通嘛 这个减1 指的是减掉第一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瓜弧 后面乘以7 就是一周7天嘛 你打勾之后 向下填满 答案出来了 OK 不过很多人 如果你把它拆成 三个步骤来做 做得出来 但是有的人 叫你一次做出来 你可能就没办法了 所以没办 没关系 就是将来 你可能在工作里面 反正你就是把它拆开 拆得越细越好嘛 没有人要你一次做完嘛 反正老板也不是说 叫你来考试的 对不对 他是要你把结果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时候 你看到别人的公司 哇 这么长一串 他绝对不是一次做完的 他其实是分成很多很多很多次 可能甚至那个人 自己最后也搞不清楚 他最后怎么做出来的 不是 因为那个东西 真的也不是一天写完的啦 就像VBA的程式也是一样 很多东西你问那个 工程师说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这样的 他可能也忘记了 急救章先写出来 然后再补 再补 一直补 一直补 然后再一直改 一直改 改出来了 那有的时候他可能 也没有做一些记录的话 他自己回头 他可以搞不清楚的啦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那我个人的习惯是 我只要做过 还是会稍微再 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或者做一些记录 甚至照相 有的时候还甚至录影 把那个动作录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忘记 下一次我看 我会看不懂啦 你们一定有会啦 我相信绝对一定会发生 所以尽量不是说 你现在会就算了 你要让你将来 即便你回头看 你也可以看得懂 那这样的话 你至少有个参考 不用从零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把那个 就是我们的范例题 在范例档案里面有 计算年龄与那个 V路函数查询时数 这个部分 所以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就是用Dedif复习 再来就是说呢 用那个V路函数 做一些查询的动作